咸丰皇帝在此挑选秀女时,选中了一个姓叶赫纳拉的女子,而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。 从她留下的照片来看,她并不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子,那么当初,慈禧究竟凭什么获得了咸丰皇帝的喜爱? 她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的呢? 辽宇师范大学玉大帕教授,依据真实史料细致讲述,苦命皇帝咸丰之,慈禧入宫,尽请关注。 有后世学者评价说,咸丰皇帝不仅是一个没有作为的皇帝, 并且她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负物,就是促成慈禧走向了权力中心,最终以垂帘听众的方式统治中国近五十年。 慈禧怎样走进了宫廷的大帕,她又何以得到咸丰帝的宠爱,并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? 关于这段历史,晚清以来民间传说纷纭,当今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版本, 那么,究竟哪一种说法和记载更接近事实呢? 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,一句真实史料细致讲述,苦命皇帝咸丰之,慈禧入宫,正在播出。 咸丰二年初春的一天,春寒料窍,北京成了一片萧条的气氛,但神武门卖面却是人头传动, 一辆辆马车,罗车排出几里开外,从车上下来一个个衣藻朴实的女孩子, 在内府官员的吆喝声中排成行列,然后由太监领进宫去。 大家知道,女孩子成群的地方肯定叽叽喳喳,气氛欢快,但此时的气氛却很压抑,女孩子普遍哭丧着脸,甚至有人小声地错气准。 原来这是清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,清朝规定返满洲八七人家,年满十三到十六岁的女孩子,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皇帝选秀。 选中者或者留下着皇帝的嫔妃宫女,或者赏赐给皇室成员做福建,落选的就可以回家嫁人了。 在中国历史上,这个制度为清朝所独有。 您想,这些女孩子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,来到神秘的宫廷,赞成一排,让太后皇帝来挑选。 面对虔诚莫测的命运,谁的心里能轻松呢? 中国帝王实行家天下制度,儿子的多少关系着皇朝的前途。 怎样才能使儿子多起来呢? 办法只有一个多娶老婆,当然也不能无限度地多,太多也麻烦。 所以中国帝王的后宫都有编制。 比如有三宫六院,七十二嫔妃一类的说法。 这个时候贤风皇帝刚刚当皇帝不久,后宫人数很少,严重缺别。 尤其是现有的那些嫔妃们,不仅一个儿子没生,连闺女都没生,可见全部称职。 必须再补充一批新鲜血液。 在这次选秀女活动中,一个姓叶赫纳拉的女孩进入了贤风皇帝的事业。 他出生在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,公历是一把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。 比贤风帝小四岁,是满洲香兰奇人。 虽然皇帝选秀不允许秀女盛装搭扮,一律是步一步跑,但依然掩饰不住她出众的气质。 她落落大方,白白净净,长相比较出众。 再看她的履历是出身官宦人家。 咸丰帝当场拍板,选她进宫。 不久,录取结果正式发布。 叶赫纳拉斯被赏给贵人的称号,于五月初九日进宫。 为了区分于其他的贵人,他的封号叫兰贵人。 大家知道,贵人仅仅是清朝皇帝的第六等妻子,地位很低。 清朝皇帝的妻子分八等,地位最高的是皇后。 往下呢,皇贵妃,贵妃,贵,贫,贫,贵人,长寨,答应,一共八等。 那么,兰贵人这个位置就算是比较低了。 而且,此次显丰帝选秀女,一下子留下了八个秀女。 兰贵人仅是八分之一,一点也不特殊。 谁能够想到,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主宰中国命运达四十八年之久的慈禧太后。 晚清时代,照相术已经传入了中国。 慈禧喜欢照相,因此她也留下很多照片。 然而,凡是看过慈禧照片的人,大多有一个印象,就是慈禧容貌并不好看。 这也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,这样一个女子,究竟凭借什么能够让咸丰皇帝一见倾心呢? 慈禧长得不好看吗? 咱们从上往下看,她的眉毛,眼睛,鼻子都很好看。 浓眉毛,大眼睛,高鼻梁,属于美女的范畴。 再往下看,坏了,她嘴大,脸型属于果子脸。 这两点使她长得有点男像,就是说长得像男人。 作为女生,还是瓜嘴脸和樱桃小口更好。 这是中国古代美女的通用标准。 另外,慈禧的照片,普遍能看出一种阴森森的杀气。 一看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。 没有一点女性柔情是水的感觉。 那咸丰帝怎么能会对她一见钟情呢? 难道咸丰帝有眼无珠? 不变眉丑? 我想咸丰帝肯定不会犯不清眉丑。 判断错误的应该是后人。 必须指出,我们看到的慈禧的照片,全是他晚年的照片。 那时候的慈禧啊,已经六十多岁了。 如果要想从一个老太太的照片上,联想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的模样,可能吗? 再者,中国有句古话,叫相随心声。 说的是人的相貌,跟人的心态关系非常密切。 人的相貌不是一生不变,尤其是女人。 如果她生活的幸福和谐,安逸快乐,她将越来越美。 相反呢,就会衰老的比较快,并且越来越丑。 此起手寡大半生,抛弃家庭人伦的幸福快乐,主宰一个大国的命运。 国事如麻,劳心费神,有的时候几个月睡不好觉,吃不好饭。 跟政敌斗智斗勇,食客敌方,大权旁落,这么个心态,她能美吗? 十四九世帝说,十七岁的叶赫纳拉士能够得到先锋帝的好感。 除了凭着她的美貌以外,没有其他的途径。 慈禧是一个离我们今天不太远的一个人物。 除了留下来照片之外,还留下来一些回忆录。 那么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普遍反映慈禧身高中等偏矮,属于小巧玲珑的那一众。 我估计慈禧能长到一米六这么个身高,因为她的灵后来被孙电影给倒了。 青东灵撤量慈禧的遗体,身长一米五四,活着的时候能更高一些,年轻的时候能更高一些。 根据回忆录记载,说她一头绣发,两眼明亮有神,体型非常完美,走起路来步履轻快,据说皮肤也很好。 由此联想到年轻时代的慈禧,应该承认是个美人。 她不仅长得漂亮,而且还有一个过人之处,气质超群。 根据回忆录记载,她精力充沛,活力十足,登上帝王的殿堂,一点也不切场。 贤峰帝赐给她的封号叫蓝贵人。 由此来看,贤峰帝看重的主要还是她的气质。 因为蓝不是一种花枝招展的植物,而是一种很有内涵,很有品味的植物。 由此来看,那么一个娇媚可人,落落大方的少女形象,不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吗? 有关慈禧的出身,清末民初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传说。 当时许多知名文人的笔记中,几乎都各自有各自的说法。 虽然实践相聚,慈禧死后不久,但内容大都鼓风捉影,荒诞无奇。 一直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宫中杂章》中的一份档案出现,才暴露了慈禧家世、出身和入宫的完整资料。 那么,慈禧真实的家世背景到底是怎样的? 民国初年,有不少小道消息在流行。 对慈禧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 因为人们对慈禧普遍没有好感。 清朝亡国之后,自然变派出不少花边新闻。 后来再经过一些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的渲染,在民间影响非常大。 比如,也始终说,慈禧小的时候家境贫寒,爸爸死在刃上。 他为了生计抛头露面,孤儿寡母悲惨艰辛。 其实,这都不是事实。 慈禧的家庭出身,还是很体面的。 最初也比较富裕。 她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。 太爷爷吉朗阿,在乾隆嘉庆年间做过户部的园外郎。 这个职位是宠无品,大体相当于今天财政部的一个局级干部。 爷爷叫景瑞,在道光年间做到刑部郎中,也是个五品官。 爸爸惠征做过山西归随道,挣四品。 实际上边有一个哥哥,下边一个弟弟,一个妹妹。 一家人生活在今天北京朝阳门那大街那一带。 慈禧进宫的时候,他爸爸还活着。 慈禧能成为咸丰帝的贵人。 在于他的家庭背景,给他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。 因为自有官宦人家的女孩子,才能够得到皇帝的封号。 他要是一般的穷苦奇人出身,恐怕就要去当宫女了。 也始终还说,慈禧刚入宫的时候,没有被重视,被送到圆明园去当宫女。 他很郁闷,就在咸丰帝来圆明园的时候,唱歌。 结果被咸丰帝发现了,于是就宠幸他。 一两年后,生下一个皇子,母依子贵,炙手可热。 这更不符合事实了。 慈禧进宫的时候,就有封号。 他不用靠唱歌来吸引皇上。 更何况,恭敬之中也不许随便唱歌。 总之,一个美貌的女孩子走进了紫禁城,走到了皇帝的生活中。 俗话说,深宫四海,一个年仅17岁,没有任何背景阅历的女孩子,仅凭她的美貌,就能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之中拖延而出吗? 慈禧表面有弱,但个性刚烈,权力欲极强。 据史料记载,他把两句话作为人生信条。 一句是,谁让我一时不最快,我就让他一生都不痛快。 另一句是康熙皇帝的名言,心欲戏而胆欲大。 这也注定了他与一般的后宫女人拥有不一样的命味。 那么,慈禧将如何步步为友,来实现自己地位的不断攀升呢? 先锋二年,慈禧不,现在应该叫兰贵人。 进宫的时候,先锋帝一共有后妃十人,加她在那十人。 一个皇后,一个贫,四个贵人,四个常寨,四个人。 在这些人当中,皇帝敬重皇后,喜欢丽贵人。 再往下,能得皇帝喜欢的就是兰贵人了。 皇后年纪不大,比兰贵人还小两岁。 但是没有一点年轻女孩子的浪漫。 大热的天,穿得衣冠楚楚,舞得严严实实。 为什么? 怕走光。 一听说咸丰帝来了,赶紧换上皇后的礼服,跟皇帝说话一板一眼。 为什么呢? 怕人家说她没有皇后的派头。 咸丰帝遭兴至己的贵人常寨。 第二天早晨,皇后领着一帮太监宫女去叫门。 为什么? 怕咸丰帝睡过了头,耽误了开早朝。 皇帝如果不能及时起床,皇后就领着这帮太监宫女在门口高声朗读,雍正皇帝关于秦政的祖训。 这是变相,就给皇帝提意见了。 咸丰帝胡乱的穿上衣服,连叫也不住,领着一帮太监一溜眼朝乾清宫跑去。 快迟到了。 皇后一生没有生育,她就是晚清史上的东太后。 兰贵人暗自算计过,皇后比不了,人家面好,高高在上,母仪天下,见了面就得请安客头。 但是,这位皇后并不能给兰贵人带来实质性的压力。 给她带来压力的是丽贵人。 丽贵人比自己漂亮,更得皇帝的宠。 兰贵人对此愤愤不平。 咸丰四年初春,兰贵人和丽贵人同时晋升为贫。 兰贵人去掉了兰字,改叫义贵。 丽贵人没变,叫丽贵。 从目前来看,两个人在地位上还是势均力敌的。 但兰贵人自己心智肚明。 比较起来,还是丽贵更得宠一些。 丽贵叫丽贵,那真是名副其实。 天生丽质,温柔俊美,获得皇帝招兴的机会比自己多。 得想个办法来赢得皇帝的宠爱。 但是这个办法还没有想出来,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。 丽贵怀孕了。 丽贵顿时经到牡丹口袋,心里打翻了五位贵。 他知道丽贵如果生了个男孩的话,他将更得皇帝的宠爱。 地位还得上升,怎么办? 按说这是没办法的事。 只能听天由命。 所以一贵暗地里焚香叩拜。 祈求佛主保佑他也能够怀孕。 谁能够想到,丽贵怀孕带给一贵的不是货,是福。 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琢磨。 有的时候,真不知道谁成全了谁。 这个时候的贤方帝已经23岁了。 结婚7年了。 嫔妃十来个,依然无儿无女,未免心急活了。 开始他怀疑问题可能是出在嫔妃身上。 但时间一长呢,他感觉问题恐怕还是在自己身上。 那心急活了怎么办呢? 观众朋友,其实这是中国甚至世界皇室的普遍现象。 一个皇室统治时间一长, 其成员怀孕生殖,往往就是新闻。 皇室成员进了产房,门口守着几百个记者等着发消息。 为什么呢? 贵族讲究的是血统。 血统要越纯越好。 通婚往往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。 时间一长,血统是纯了。 那生殖力肯定下降。 动植物的规律普遍如此。 贤旺帝自己疑神疑鬼,太医院也帮他找原因出主意。 正在瞎忙活的时候,丽贫怀孕了。 贤旺乐得找不找北了。 丽贫顿时身价倍增,按照太医院的医嘱被送去保胎。 先锋帝原来也比较喜欢异贫。 那么丽贫现在被保护起来了。 感情上的空缺正好由丽贫弥补。 您能想到,争强好胜的丽贫这个时候面临着多么大的压力。 他暗自祈祷上天,祈求上天啊,保佑他也能怀孕。 更希望让丽贫生个女孩。 他战战兢兢,心急如焚。 表面上还得做出欢快的样子,珍惜着皇帝对他的宠爱。 咸丰五年初夏的一天,丽贫生下了咸丰皇帝的第一个孩子,大公主。 咸丰帝一度是酸天苦了,要是个男孩多好。 当然毕竟自己当爸爸了,所以一想到这里也很高兴。 所以他一面进封丽贫,为丽贫另一面大摆酒来庆祝。 这个时候一个更令他兴奋的消息传来,一贫怀孕了。 现在轮到一贫关在宫里宝台,这个时候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 丽贫现在叫丽贫了,生了个女孩,他如愿以偿,但是生男孩的任务不就更艰巨了吗? 咸丰帝已经红眼睛了,所以必须得生男孩。 那么现在的这个义贫,他肩负着帝国的命脉,他做梦都想生一个皇子。 然而,他能如愿以偿吗? 咸丰六年3月23日,公历是1856年4月27日,下午2点。 21岁的义贫,在紫禁城中的楚秀公,生下了咸丰皇帝的第一个儿子。 太监一流小跑,前往养心殿,向焦灼不安的咸丰皇帝报喜。 咸丰皇帝高兴的喜行于赦,立即下令赏给一瓶白银三百两,一撂七十匹。 然后太监把这些银子一撂抬回了楚秀公。 一瓶十分大,一撞手把这些东西都分给太监宫女了。 他心里有数,凭着怀里这个小皇子,他一辈子什么都不发愁了。 这点银字算什么呢? 果然,显丰帝的第二轮赏赐发布了,一瓶被提升为义飞。 第一位提了一个,跟那个丽妃现在是平起平坐了。 但是呢,这个义妃心里还是有数啊。 只要这个小皇子茁壮成长,他的地位还会提高。 果然,在小皇子一周睡生日之前,他收到了一个更珍贵的礼物。 咸丰帝将他提升为贵妃,叫姨贵妃。 至此,他坐上了宫中仅次于皇后的第二把交椅。 大家可能奇怪,皇后和贵妃之间还隔着一个皇贵妃。 他怎么就成了第二号人物呢? 原来咸丰帝后宫中,皇贵妃这个职位缺编。 所以,姨贵妃名义上是第三等妻子,但实际上是第二等。 而当初的情敌,丽妃现在一见到姨贵妃,立即下归请安。 姨贵妃端起贵妃的架子,一本正经的告诫丽妃。 说要劝皇上爱惜自己的身体,不要有着兴致胡来。 皇后也在一旁帮枪,弄得丽妃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。 连连点头,然后叩头退下。 在这里,我再简单交代一下丽妃,因为我们再不讲他了。 在贤丰皇帝活着的时候,丽妃一直得宠,但从此再没有生育。 贤丰皇帝逝世之后,他走了三十年的寡,死在光绪十六年。 功率是1890年。 终年五十四岁,临终的封号是皇贵妃。 光绪皇帝亲自到他的陵前祭奠,百官束缚一日。 这个规格还是比较高的。 影视作品中轩然,说贤丰皇帝死了之后,丽妃被剁去手脚,装在罐子里。 那是把西汉的时候,吕后迫害刘邦的宠妃,欺负人的故事安到了他的头上。 而不是事实。 慈禧固然是个心狠手辣的人,但是贤丰皇帝去世之后,这关系就好处了。 因为大家都守寡了,当年的厉害也不存在。 所以,历史事实不是像影视作品渲染的那样。 生下皇长子,慈禧似乎可以母依子贵高枕无忧了。 然而事实并不乐观,贤丰帝是个名副其实的风流皇帝。 他虽然没得三宫六院,但也在不断的选修入宫。 那么,面对如云的加厉,慈禧凭借什么长期赢得贤丰的崇敬? 这棵后宫之中的长青树又何以经久不衰呢? 此时的姨贵妃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命运。 她知道,后妃得到皇帝赏识的原因主要靠美色。 而美色也是最靠不住的资本。 因为不仅红颜亦老,而且恐怕等不到老的那一天就看腻味了。 现在不是叫审美疲劳吗? 贤丰帝不断的往宫中补充新鲜血液。 姨贵妃感到了压力。 虽然她现在生下了皇长子,这是一个可以依赖终身的资本。 但是不能吃老本了,要想法立新宫。 她还要攫取更多的资本。 姨贵妃还有什么讨皇帝欢欣心的办法呢? 她有财。 有一位英国泰伯士报的记者,叫普兰德。 他写了一本,名叫《慈禧外记的书》。 其中对慈禧有这么一段描述。 这句话被很多有关慈禧的传记所演用。 其实,那慈禧现在叫仪贵妃。 稍微懂得一点满完而已,仅仅是听力好一点。 口语一塌糊涂,写作一窍不通。 它虽然是满足人,但是是以汉语为母语的。 汉语水平也达不到五经成颂的程度。 浏览二十四史更是不可能。 我估计,她的文化水平能比半文盲的皇后能高明一些而已。 其实能达到这个程度,在当时的中国也算是凤毛麟角了。 因为中国女孩子普遍没有读书实质的机会。 咸丰帝在位期间,清朝积累了二百年的矛盾,来了个总爆发。 能有外患分治踏来。 每天清晨,咸丰帝来到养心殿,望着堆积如山的奏折,顿时感到演运。 不用看就知道,不是这里失守,就是那里告急,再不然就是地方官向他报告,说洋人不讲理,又制造了什么新的事端。 向他请示如何处理? 问题是地方官束手无策。 咸丰帝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 前方将领向他要人要钱,但是他手里边衣无可用之病。 第二呢,国库又一贫如洗。 有的时候急得真恨不得吐血。 所以咸丰帝干皇帝干的真是心惊肉跳。 加上他体质一般,经常闹病。 所以有的时候真感觉挑不起这副千金重担。 著名史学家毛海健先生称,贤丰帝是苦命天子,说的真是一针见血。 谁能体会皇帝的苦,谁能祝皇帝一臂之利呢? 皇后是个半文盲。 除了关心皇帝生活以外,再就是管理宫中事务。 比如说哪个嫔妃输了个奇怪的发型,哪个嫔妃穿了什么奇装衣服,一律严肃处理。 他就管这个。 前方帝跟他提起国家大政,皇后一概不结茬。 因为清朝组制规定,后妃不得干政。 皇后筋手组制,实际上他也不懂。 丽妃的职责是两个,一个是抚养大公主,再一个是哄皇帝高兴。 此外一问三不知。 比较起来,先锋帝逐渐发现宜贵妃是个知音。 每当夜深人静,摊开奏折,仓虚短叹,一筹莫展的时候,先锋帝愿意让姨贵妃陪伴在身边,向她一述终长。 而姨贵妃也往往能帮皇帝拿些主意。 姨贵妃文化水平虽然不高,但是悟性极好,心理素质更是超群。 他侍候皇帝批奏折,耳濡目染,时刻留心,很快就熟悉了处理奏折的规矩和程序。 咸丰帝还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奏折交给他处理。 比如说逢年过节,地方官向朝廷上的祝贺性的折子。 比如说地方官向中央报告地方上雨雪封茧情况的折子,都归,义贵妃处理。 义贵妃在皇帝的预案前摆一个小桌子,然后放个小板凳。 他在那翻看奏折,看完了之后,用长长的指甲在奏折的尾部画一个记号,他不敢动笔,怕传统就对皇帝影响不好,更怕皇后追究。 画完记号之后,把奏折往地毯上一扔,太监立即捡起奏折,看清楚记号之后,分类归党。 义贵妃想方设法,提升自己的地位,稳固自己的基础。 就在他生下皇长旨不久,他又办成了一件对巩固自己地位极为有利的事。 义贵妃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。 当时咸丰皇帝的妻弟一宣,已经十六七岁了,年纪不小了,该说媳妇了。 皇帝的弟弟该娶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呢? 义贵妃非常希望把自己十五岁的妹妹嫁给皇帝的妻弟一宣。 但是他也知道,凭着他娘家的身份,根本就不配跟皇家结亲。 当时很多满洲蒙古的世家大族都眼巴巴盼着去结这门亲,通过各种渠道争取皇帝的同意。 这咸丰都没吐口,然而义贵妃把咸丰皇帝给搞定了。 咸丰皇帝居然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 没有人知道咸丰帝是如何昏了头答应了这门亲事,但没有人不佩服义贵妃的手段。 从此,自己的妹妹成了皇帝的弟媳妇,皇帝的弟弟成了自己的妹夫。 那么他在皇室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不遥,而且后来的历史表明,这桩连衣对他的政治生命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。 他在促成了这门亲事之后,目光又被皇帝的另一位弟弟说吸引。 这个小叔子跟自己的丈夫,就是咸丰帝,他们哥俩闹发,结果被一录到底。 这个小叔子是谁?这是怎么一回事? 这个事情对中国历史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? 请看下集。 谢谢。 咸丰皇帝和宫姓王一新是同父异母的兄弟,朝夕相处十五年,手足请神。 咸丰接班兄弟后,曾对自己的兄弟回忆重任。 可是一新伴领舰,令咸丰帝大怒却有无法公开宣泄的事情,使自己的官职被遗加到底。 那么一新究竟做错了什么,激起了圣怒? 通过一新之间,到底有哪些潜在的矛盾和纠葛? 辽宁士班大学御大法教授,一句使调汉寻真相。 和宫皇帝前宫之,兄弟八目。